说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会议仍在继续 苏小敏的目光静静注视着陈志安 李长发汇报什么他不去关心 那些东西早已经烂在了他脑子里 他今天格外关注的就是陈志安 以及在座各位的反应 苏小敏惊讶的发现 今天的与会者表情十分怪诞 除了常务副市长陈志安外 其他人脸上都是一副与己无关的漠然 或者超然于世外的冷静 虽说这是世上开会常有的一种表情 但今天这会不一般呢 讨论的是大家颇为关心的国际商场 怎么也会 一股寒风袭来 苏小敏暗暗的打出了一个冷战 苏小敏不由的一阵多想 世上开会这种表情 在省职机关看不到 省职机关开会 每一个主题都跟与会者息息相关 因为就那么多人 就那么多事 谁想绕 也绕不过去 也不能绕 世上不同 东江县有五名副市长 两名市长助理 加上一名挂职副市长 政副秘书长 办公室副主任 以及立会的经贸委 外经局 建委等领导 今天与会者共有16人 这16个人 这16个人就是16份心思 苏小敏虽然不能一一猜到他们的心思 但是他敢保证 今天真正关心这件事的超不过五个人 这个发现令苏小敏惊讶 也有点不甘 尽管苏小敏早就有一种发现 在世上除了研究人士的常委会 与会者能做到心神高度集中外 其余各会 不管是谁召集 有多重要 与会者都是带着耳朵来 心却留在别处 有时候 甚至耳朵都在开小拆 除非这件事跟自己有密切关系 一旦关系稍稍远一些 你就瞧吧 抓耳挠腮的 盯着天花板出神的 望着别人眼睛瞎琢磨的 还有没事干反反复复 研究自己手指甲的 总之 五花八门 要多稀奇 有多稀奇 孙小敏以前并没有这份感受 是到东江后慢慢感悟到的 他也研究过原因 起初他以为可能是领导多 分工也多 分工越细 职责便越明确 禁忌也越多 谁也不想让别人插手自己的事 更不敢轻易插手别人分管的事 大家在各自分管的范围内 建立一个小王国 心照不宣的 恪守着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的 和平共处原则 后来他又想 原因还不止这一个 更关键的 怕是大家都在设防 都不想把自己暴露出来 因为说的话多 暴露的就越多 有人说这叫虚伪 其实不是 这是一门官场艺术 只不过他属于低级层次 什么时候我们的干部队伍 互相之间能坦诚相对 彼此不设防呢 怕是没有这一天 不过苏小米还是想改变这种气氛 至少在他主持的会议上 力争让气氛活跃一点 李长发汇报完 轮到大家谈意见 会场果真出现了冷场 苏小米不着急 现在他遇到很多问题都不着急 苏小米刚来东江的时候 遇到类似情况很不习惯 在他心里 大家都那么忙 谁都在日理万机 谁都忙得连回家的空都没有 召集一次会不容易 召集了却都不讲话 为此他还跟向剑江展开过一次争论 他认为应该制定一项制度 要求大家对会议所议事项 必须提前有所准备 并在会上畅所预言 发言不积极或态度莫能良可者 应当当场给予警告 向剑江说 你这想法很好 也很积极 不过我告诉你 旅行不了 苏小米不服气 问向剑江为什么 向剑江笑着说 哼 这是势力 跟你我以前所处的机关不同 势力怎么了 机关又怎么了 不都是在干工作吗 向剑江再次笑笑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 后来我知道自己错了 你体会一段时间吧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 我说的没有错 你这是不负责任 苏小米当时很激动 一个月后 向剑江两次问起他 他就哑巴了 现在苏小米已经能够适应这种冷场 如果说以前他对惯性两个字不甚理解 现在他不仅有了新的理解 而且深深感觉到 这两个字像无形之绳 混住了他 会议沉默了将近半个小时 苏小米觉得差不多了 不能再沉默下去 目光一扫 决定用点将法 这是很老土的一个办法 但却管用 对付一些老吉席 你还真得用老办法 这是苏小米总结出的一条经验 就在他把目光伸向陈志安的一瞬 陈志安忽然掏出手机 身子一歪 接起了电话 在会场接电话 苏小米也禁止过 禁了两次 开禁了 不为别的 他是市长 可以禁得了市政府这边的会 禁不了市委那边 同是市上的会 常委会上大家都能接电话 政府这边为什么不行 难道政府的会规格比常委会高 这事儿他没有跟向前将理论 只是淡淡说了句 看来我做什么你都不支持 向见将似笑非笑的回答他 该支持的我自然会支持 但不是每件事都支持 陈志安一个电话接了将近五分钟 后来索性抱着电话出去了 在楼道里又接了五分钟 等他走进会场时 苏小米投靠在沙发椅上 双目微闭 像是在养神 其他人表情肃穆 会场气氛有点圣人 老陈是你分管的 你说两句吧 苏小米依旧微闭着眼睛 不显不淡的说 陈志安今天也是明显带着情绪 听苏小米点他的名并不慌 不淡不闲的回敬了一句 我没说的 会怎么定 大家怎么执行 苏小米便清楚 陈志安是在跟他较劲 较劲好 较劲这名你还在乎国际商场 也在乎自己在班子里的位置 就在他打算冲陈志安说句什么的时候 罗维平的提醒 猛的在他耳边回响起来 他马上咽下去要说的话 换了一张笑脸 直起身子 语气轻松的说 大家的意见呢 会场终于有了声音 但有了还不如没有 与会者几乎一口同声 这事儿 志安同志分管 听志安的吧 听志安的吧 好吧 今天就遇到这里 散会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车上一待啊 就是一整天 早上一上车 我就把声音记得起来 这个频率我从来就没换 不为别的 好听啊 让你舍不得换他 跟城市聊天呢 也有话题了 FM104.3 济南故事广播 陪你在路上 杜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 就不仅在意他单枪披码 闯入上海滩 由一个市井小混混 摇身一变成为 威震上海滩的大亨 还在意他发起之后的所作所为 他上下通吃 游刃于商计 军计和政计 在上海滩 特为左右逢远 无往无胜 济南故事广播 正在热播 祝月生大转 北天下午十四点 计时文学 敬请关注 三字经 短小金汉 朗朗上口 内容涵看历史 新闻 地理 道德 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所谓 熟读三字经 可知 新古事 校团古今 通过相声解读历史 轻松幽默 妙气横生 每天下午十六点 并且关注 秘书长唐天忆 问苏小敏 知道他们 为什么都不说话吗 苏小敏说 嘴长在他们脸上 我哪知道 唐天忆笑笑 市场成熟了 这是几天后的下午 周末 唐天忆请苏小敏吃饭 吃饭 不过是个借口 唐天忆是想找个机会 跟苏小敏单独聊聊 唐天忆比苏小敏大几岁 跟他家老宅是大学同班同学 以前在市委正研市工作 是向建江发现了他 将他安排在秘书长 这个岗位上 对向建江这一安排 苏小敏打心眼里高兴 他能这么快的熟悉东江的工作 一半功劳在唐天忆 都说秘书长是市政府的大管家 这话没错 苏小敏也这么认为 唐天忆是他和各位副市长 以及部门之间的位根线 他在东江的工作能否干得好 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唐天忆这根线 这根线穿好了 就能把各种力量紧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机体 要是穿不好 他这个头就很难带动身子 是不是又有锦囊妙计了 因为有老宅这层关系 苏小敏一向在唐天忆面前说话很随便 现在不仅随便还多了份亲切 我又不是诸葛亮 哪里来那么多妙计啊 别谦虚啊 谦虚有时候并不是美德 苏小敏笑呵呵的看不出他有什么忧愁 唐天忆还担心他为会议的事烦心 现在看来他的担心显得多余 诸葛亮就诸葛亮 参目错了 你可别怪我 敢 出上一个馊主意 就让你远回到正言市蹲冷板凳去 好 那我现在就走 唐天忆也是玩笑开惯了 公开场合 他能把握好分寸 一到私下说话就没有了上下级那么多的禁忌 苏小敏倒是蛮喜欢他这样 还警告唐天忆 私下场合敢拿他当市长 一定不客气 走就走 反正工作做不好 就全赖给你这个臭皮匠 两个人逗了一阵子嘴 苏小敏觉得差不多了 言归正传说 说吧 我显耳恭听 该告诉的 我当然要告诉 不过 跟你说这些之前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唐天忆也正经起来 要要挟我是不 让我答应什么 违反原则的事情 我可不答应 苏小敏抬起眼来 目光清澈的盯在唐天忆脸上 唐天忆却忽然垂下目光 神色忧郁的说 先吃菜吧 点了这么多 你一口不吃 我可要见怪了 苏小敏拿起筷子夹了一口 菜是好菜 地方选的就更有意义了 这是东江在就业市场边上 一家叫川西坝子的师傅 门脸不大 门店装修却很别致 唐天忆选的是一个雅间 类似情侣包厢那种 竹牌做成的隔断 加上各种工艺化的装饰 最简朴又有情调 苏小敏喜欢这里 这里的菜味道不错 重要的是 没人打扰 唐天忆像是觉察到苏小敏想什么 主动说 苏小敏笑了笑 他的笑有赞许的味道 唐天忆替苏小敏夹了一块鱼 告诉他 川西坝子的鱼是市场上见不着的 女主人在月亮湾承包了一个鱼塘 自己养自己卖 月亮湾 苏小敏听过 是东江郊区一个小鱼村 这些年发展得很快 鱼的味道的确很新鲜 做法也很别致 苏小敏赞不绝口 有空你应该去那里看看 唐天忆又说 苏小敏眉头一皱 唐天忆明明是想跟他说什么 却总拿这些不相干的话跟他兜圈子 他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唐天忆却不急 老谋深算的劝苏小敏吃菜 完了又让他品汤 苏小敏原本没有胃口 结果在他的一次次又劝下 不知不觉就吃了许多 唐天忆这才笑咪咪的说 人是铁饭是刚 老辈子的话什么时候都有用 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得先吃饱肚子 苏小敏喝喝 Reding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劝人吃饭都要讲技巧 刑人吃饱都要讲技巧 现在该说了吧 他讨好的往唐天忆跟前坐了坐说 唐天忆点了支烟 悠然自得的吸了一口 再次说 你得答应我 听了我的话 不能犯急 不急 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不急 急领什么用 还是你说的对 一口成不了胖子 慢慢来 冬江很复杂 唐天忆掐灭烟 脸上比刚才沉重许多 且不说之前发生过那样的大案 就是大案平息后 冬江形势也未明朗 来点实用的好不好 别老生常谈 孙小敏不想听这些 类似的话他听的太多 从他家老宅到罗维平 再到唐天忆 一提到冬江都说复杂 好像冬江真成了大染缸 就连星河也不止一次的替他担心 冬江那地方一听就怕死人了 你还是想办法调回来吧 别到时候让我到监狱去看你 孙小敏想听的 是对具体人和事的分析 唐天忆被打断 脸上露出不快 掩饰性的说了句 你先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 孙小敏知错的笑了笑 规规矩矩坐下了 你和向书记都是新来的 建江同志虽比你早两个月 但是那两个月他什么也没做 做不了 东江现在是一条搁浅了的船 你和建江同志都急着让他起航 回归到原来的航道上 但是 你们忽略了一个事实 唐天忆说着又点了一根烟 唐天忆这个人 要么不抽烟 要么就抽个没完 你还不能劝他少抽 这点上他跟老宅有点相似 都是那种酱皮杏仁 什么事实 苏小敏来了兴趣 唐天忆也不谦虚 直接说 这条船还需要维修 哦 苏小敏夸张的哦了一声 唐天忆对他的惊讶视而不见 继续操着老练的口吻道 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孤立吗 未等苏小敏回答 唐天忆又说 你太急了 项书记就比你沉稳 苏小敏 苏小敏身子往后一倒 什么游戏 什么游戏 猫捉老鼠 你们两人都自认为是猫 把对方看成老鼠 结果两个人拼足了智慧 却发现老鼠不在 我没有 你先别急着澄清 如果我说的不对 我向你检讨 听到 请听小说 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周末 周末 唐天忆请苏小敏吃饭 期间谈到东江班子 唐天忆说 你对治安同志一开始就有成见 或者说有一种本能的提防 我不知道你的成见从何而来 按照你的性格不应该是这样 后来我想 可能你在来东江之前 太多的听了他的传闻 他是陈阳大案中 唯一没有被牵连进去的 对于这样一个人 传闻不可能放过他 这就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提防一个人没有错 问题是 你有没有必要提防他 你认为呢 苏小敏反问道 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这只是你的想法 是的 我谈的就是我的想法 苏小敏常叹一声承认道 唉 是的 我听过他太多传说 对于这个人 我不大放心 你心里竖起了一道墙 治安同志 心里也竖起了一堵墙 你们之间的疙瘩 就没有办法解开 苏小敏点头 唐天忆分析的对 但是想让他把心里 那堵墙拿掉 他做不到 不过这都是小事 一起共事 不设防不可能 如今大家都在设防 包括你我 都不可能把自己赤裸裸的 暴露给众人 小事 苏小敏不解的 叮嘱唐天忆 设防是为了保护自己 本质上讲 他不会影响工作 就跟夫妻之间一样 再好的夫妻 也不可能没有隐私 有隐私 而不影响感情 婚姻才能走得远 唐天忆说着 别有意味的 把目光对在苏小敏脸上 苏小敏脸 雾姿一红 好像什么秘密 被唐天忆 窥盗似的 唐天忆 接着又说 现在的难点是 国际商城 马上要开工建设 这项工作 必不开治安 但治安态度又不积极 你呢 又不可能采取低姿态 这样将下去 不但会影响到 你们二人的形象 还会伤及到 整个班子 你的意思 我该低头去求他 这倒没必要 唐天忆笑的笑 又夹了一根烟 行了 你就少抽点 这才多大功夫 你抽了多少啊 苏小敏一把 读过唐天忆手里的烟 我看得找个人 管着你了 这么抽下去 身体哪能受得了 你别打茶 这跟今天的谈话 是两码事 好 说吧 我先耳恭听 我发现 治安一个秘密 唐天忆忽然极为神秘的 说了一句 什么秘密 苏小敏的胃口 被吊了上来 其实他很怕你 乱说 真的 洪水那几天 我也在反复琢磨他 你还甭说 以前我对治安同志 也缺少了解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向来就烦 政治斗争 也看不惯 为了迎头小力 勾心斗角的人 索性躲起来做学问 现在当了秘书长 情况不一样了 也得学着琢磨人了 琢磨出啥了 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你没来之前 治安同志主持工作 东江在短期内 以他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圆 这个圆 建江同志一开始 也不想打破 还想让他继续活跃 现在你来了 这个圆不得不打破 治安同志有些失重 一时半会儿 怕是找不到方向 这话我不同意 治安同志对我有意见 这我能理解 但你说的这个圆 我不赞同 我说了不让你急 你还是急 唐天忆笑笑 他的笑 有一种豁达的韵味 宅书阳曾经说 世上有唐天忆这么个人 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汗颜 好在老唐不是张扬 他把智慧藏在肚子里 宅书阳还说 这个人一旦针刀石枪弄起来 千军万马 怕也挡不住 看来宅书阳对他这个老同学 了解的还真是很痛 苏小敏为了自己的急躁懊悔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个毛病 围观从政 最忌讳的是什么 就是浮躁 苏小敏尽管对官场哲学 不是太精通 但最基本的 他还能掌握 要不然 他也到不了今天这个位置 问题是 有些错误你明明知道不该犯 犯了就会出问题 关键时刻你还是犯了 这叫什么来着 哦对了 按照唐天忆和罗维平他们的话说 这叫修炼不够 自己真是修炼不够啊 不好意思 老毛病又犯了 他再次友善的笑笑 算是对自己的检讨 有个问题 怕是我们都想错 治安同志 意见不是冲你来的 换上谁做事上 他都会有意见 你想想 一个志在必得的人 最终没有抱的金碗 上面只给了他个银碗 他怎么能满意呢 都说不谋 不谋是假话呀 哪个人愿意做副职 况且他做副职 也不是一年两年 五年啊 做的又是冷板凳 心里没有怨气 才怪呢 孙小敏会议的点点头 唐天忆这些分析 他还是赞同 说来也是奇怪 等唐天忆说完 孙小敏心里竟隐隐生出 对陈治安的同情 哪一个从政的人 没有野心 包括他 谁能心甘情愿的 做副职 唐天忆接着说 现在的难点 还不在于陈治安一个人 政府五名副职 除了陈治安外 老赵是心提拔的 其他三名是外派的 谁都有目的 谁都不把目的暴露出来 就像是五匹马拉车 谁也不出力 车子当然不动了 你是唯一手拿鞭子的人 车子到底动不动 不取决于你鞭子的力量 取决于你鞭子的方向 这样说也许不妥 但事实就是如此 唐天忆这番话 说得虽然轻松 但也泼费了一番脑子 苏小敏听了 感触颇深 唐天忆分析的对 尖锐中带着重肯 布宫中藏着事实 按说这些话 不是他一个秘书长讲的 他讲的 证明他的心在工作上 再为东江着急 再为他着急 等待听到经典的故事 等待听到熟悉的声音 等待听到久违的感动 一座古老滚异的西式洋房 一段玄乱齐旋转的诅咒传说 一件染血的旗袍 承载着一个个女人的命运 每一个穿过这件旗袍的女人 都相小于远 二十年的诅咒传说 亲生姐妹间 夫妻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上演一幕幕骇人听闻的爱恨情仇 济南故事广播 今月十九号 晚间零点 越夜越惊心 即将奉献全一小说 血旗袍 敬请关注 1979年底 中国科考队首次到南极考察 1985年 中国科考队在南极乔治王岛南部 建立第一个科考站 长城站 1989年 在东南极的拉斯曼青林地带 建立第二个科考站 中山站 2009年 中国在南极滨盖之爹 建立昆仑站 30年间 中国科考队在南极内陆 先后深入 俄罗夫山地考察 登顶南极滨盖最高点 冰球A 在冰球A建立昆仑科考站 因系列的成就背后 是科考队员们 望我的牺牲精神 和挑战极限的探索精神 技术文学 顶立南极昆仑站 建站计时 详细技术 中国南极科考历程 以及昆仑站 建站始末 济南故事广播 7月20号即将奉献 每天上午9点 计时闻学 敬请关注 这天 两个人谈得很开心 谈到后来 苏小敏激动的打开一瓶酒 非要给唐天忆敬 唐天忆推辞不过去 就跟苏小敏碰了一杯 苏小敏不过瘾 嚷着还要喝 唐天忆只好奉陪 两人连碰几杯后 苏小敏脸上就有了酒色 那坨淡淡的红饭出来 很好看 唐天忆忍不住多忘了几眼 心里扑扑的 唐天忆承认 苏小敏是个美人 以前在京江 翟淑洋请他吃饭 他还当面夸过苏小敏几次 说翟淑洋这个书呆子 别的外行 找老婆内行 找的老婆不但心灵美 外表更美 里里外外都站上了 翟淑洋谦虚 故意贬低苏小敏 唐天忆就借着酒 骂翟淑虚伪 不但虚伪 还带着酸臭 那个时候 苏小敏多半是站在唐天忆这边 只要唐天忆跟自己丈夫打嘴仗 他一准站出来拥护唐天忆 翟淑洋嘴笨 骂不过他们 只好拿官员两个字来攻击 说再虚伪 还能虚伪的过你们官员 我们知识分子是脱光了虚伪 虚伪的真实 你们这些臭当官的 是穿戴整齐了虚伪 人模狗样 道貌黯然 不但可恶 还可恨 那个时候 在苏小敏面前 唐天忆啥房也不设 一张嘴痛快得很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现在不行了 现在苏小敏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大老板 说话做事 就有了几分谨慎 不过 唐天忆还是喜欢跟苏小敏交流 有哪个男人 不愿意跟苏小敏这样漂亮 而又得体 还能把你尊重的很舒服的女人交流呢 唐天忆认为 没有 有时候 唐天忆也会动那么一丝邪念 认为跟苏小敏交流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替他操心 也很享受 这是意识层次里的享受 跟平常说的物质享受 或者是肉体享受 是两码事 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唐天忆就会把他掐灭 唐天忆受过伤 对感情两个字 他过敏 你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啊 酒精的妙处就在于 他能让人生出些幻觉 这阵的苏小敏就有了幻觉 在他眼里 今天的唐天忆不像是一位秘书长 倒像是一位师长 唐天忆没想那么多 他之所以急着跟苏小敏讲这些 是不想让他犯操之过急的错误 最近一个阶段的工作表明 苏小敏已经在犯这样的错误 如果继续这么下去 他将会很被动 唐天忆正要开口 门轻轻一推 闪尽一张脸来 苏小敏望了一眼 是一张美得让人窒息的脸 不是青春靓丽的美 而是在岁月中洗尽千花的脸 美得成熟 美得自然 美得含蓄 他正要起身 唐天忆开口呢 介绍一下 这位是老板娘娥子 这位是苏市长 叫娥子的傻傻盯住苏小敏 大约他没有想到 今天小店会来这么尊贵的客人 那双汪至水的黑毛子 扑闪出一大片的惊讶 嘴唇微动着 却不敢讲话 苏小敏也从惊恶当中起身 顺势望了一眼唐天忆 内秀的伸出手来 我叫苏小敏 你做的菜真香 有空我得跟你学两手 鹅子更慌了 他是跑来为唐天忆他们蓄水的 刚才客人多 他过不过来 怕慢带来二位 哪知就给遇上了市长 我 我 鹅子黄黄的握住苏小敏伸出的手 美丽的鹅头上瞬间浸出一片细汗 唐天忆看见了 装作没看见 当两个人打完招呼 他才说 鹅子开这家店很不容易 今天到这儿 我也有私心 还望市长以后能够光顾这家小店 刚才还是市长的样子 板着一副严肃的脸孔 突然之间又谦恭的称他市长 做足了下属的表情 苏小敏哪能适应 恰恰的盯住唐天忆 鹅子抓紧时间 蓄了水 知道他们谈正事 到了深庵 出去了 好啊 唐天忆 你也 苏小敏 苏小敏差点就说出金屋藏娇四个字 望见唐天忆表情不大对头 慌忙把话 收住了 一连几天 苏小敏都忙得喘不过气 这天晚上又是应酬 但把省上来的领导送回宾馆 已经是十一点钟 回到住处 急不可待的就往浴室奔 天太热了 一天忙碌下来浑身使汗 不难受的地方都难受 直到泡在热水中 直到香喷喷的浴液 闻舔到他嫩白的肌肤 他才长长的 舒了一口气 泡在水里的感觉 真舒服啊 苏小敏惬意的闭上眼睛 脑子里便浮出了一些 稀奇古怪的事 翟书阳 罗维平 唐天忆 还有 那个蛾子 奇怪 怎么会想到蛾子呢 下午的饭局是他和唐天忆一块儿排的 省上来的是发改委和财政厅领导 都是要害部门 慢待不起 向建江 本来也要来 结果快下班前 省政协又来了一位副主席 是从临时赶过来的 向建江只好去那边 饭桌上是不谈公事的 除了拼酒 再就是讲段子 拼酒 苏小敏算是入了门 加上有唐天忆保护 省上领导虽然是野心勃勃 但也没有讨到多大便宜 最终 唐天忆没罪 省领导那边 却有人一岁不起 苏小敏一向都认为 唐天忆酒量不行 今天却发现 这个人要是硬听起来 酒量是很吓人的 轮到讲段子 苏小敏就招架不住了 这方面他真是没有天分 酒桌上的段子 大多带着颜色 崩开领导们 平日一个个严肃正经 到了私下 讲起段子来 比乡野还野 苏小敏连着听了几个 脸也红了 心也跳了 端着酒杯的手 开始打颤 唐天忆见他脸色飞红 赶忙打岔 想把话题引到别处 领导们哪肯放过 和谋好事的 要他出丑 其中 发改委一位副主任 就赤裸裸的讲了一个 说一位领导请小姐吃饭 让小姐点菜 小姐想也没想 就替领导点了道 爆炒边花 菜上来了 小姐给领导献殷勤 主动夹边花给领导 谁知道筷子不听话 没夹牢 边花掉在了两腿之间 小姐大惊 副主任讲完举座揭笑 苏小敏想笑又不敢笑 矜持之间 就把水洒在了身上 财政厅副厅长立马攻击他 别讲了别讲了 你们没看啊 苏市长的裤子都湿了 羞的苏小敏脸红到了脖子里 这阵子泡在热水里 苏小敏脑子里竟奇奇怪怪 又浮出了那些段子 想着想着 就有些 讨厌 啥人这么无聊 他闭上眼睛 任思绪信马油浆 一阵乱飞 说来真是羞 他跟老宅快三个月没那个了 上次回家 他是满含期待的 谁知道那个小心眼 竟然说他跟巷剪江 算了 不想了 越想 情越乱 说是不想 苏小敏还是想起了一个段子 是发改为张副主任讲的 此人看上去文质彬彬 不爱多讲话 也不好战 一开始 苏小敏还以为他是好人 等他讲完了 苏小敏才知道 越是这种温不拉击的人 越坏 坏透了 不过现在想来张副主任讲的这个段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蛮有学问的 他说工作搞不好的原因无外乎三个 一是没关系 像寡妇睡觉 上面没人 二是不稳定 像妓女睡觉 上面老换人 三是不团结 像和自己老婆睡觉 自己人 老搞自己人 苏小敏仔细品味了一会儿 扑斥笑了 此段子虽然露骨 却也道出了 一些真理 继续收听小说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洗完澡 时间不早了 苏小敏想上床休息 偏在这个时候 手机叫响了 拿起手机一看 是鑫河打来的 苏小敏接通 鑫河在那边说 干啥坏事呢 半天不接电话 苏小敏愣了一下 啥事不接电话了 我打了有半个小时 不会连我的电话 都不方便接吧 鑫河向来口无遮拦 今天的话里 更是有股坏味 苏小敏嬉戏一笑 我洗澡呢 没听见 哼 不会是在搞腐败吧 你可不能学那些男人 洗澡洗到人家被窝里去了 鑫河痴痴的笑着 这张嘴越来越没有管束了 苏小敏轻声赤道 又乱说 你这张嘴 啥时能说点好听的 鑫河抱以笑声 然后言归正传 跟他说起了正事 宅家的两兄弟又吵架了 是为了老房子 宅家的老房子 是翟淑阳太爷手上置下的 翟淑阳太爷 曾是清朝大元 官做到了义品 告老还生时 皇上恩赐赏了银两 在江东省城 金江建下了一座花园 花园是仿着金城公王府修建的 气派不说 还颇具人文价值 岁月沧桑 世事变迁 当年的宅家花园早已经湿尽繁华 只留下一脚 这一脚 还是文革后 翟淑阳的父亲四处上访 从政府的手里讨要回来的 苏小敏刚嫁到宅家时 老房子还能住人 他记得一共有十二间 外带一个长廊 长廊尽头向西北延伸处 是一梅林 这梅林原本是宅家的后花园 后来几经浩劫 早已经败落得不成样子 不过这些年 宅家兄弟还为梅林的产权四处奔波 说宅家弟兄 其实主要还是宅舒阳 弟弟舒怀对这些事情不怎么上心 他知道争不回来 索性不争 也劝哥哥不要争 省点时间干别的事情 翟淑阳天使着了魔 父亲死后 他就义不容辞的将上访的重担 接到了自己肩上 这些年 为了梅林还有老房子 翟淑阳没有少找过政府 谁劝也不听 去年不知道受谁蛊惑 竟然一想天开 要将宅家花园 还有梅林申报文化遗产 还煞有介事的准备了一大堆材料 抱着这些材料 他天天跑申报部门 一年过去了 事件毫无进展 不但主管部门不理睬 就连曾经对宅家花园 动过心的几位民间人士 也渐渐失去了信心 年前 翟淑阳找到成建部门工作的翟淑淮 让弟弟从成建这个口 再争取一下 翟淑淮在成建部门负责拆迁 宅家花园又在拆迁范围内 他已经向有关部门表态 绝不做钉子户 一定配合世上的拆迁行动 至于补偿 他答应过哥哥碰过头后 再给有关部门一个答复 谁知道 他刚把补偿两个字提出来 就遭到了翟淑阳一顿臭骂 说他是败家子儿内奸 还骂他吃里扒外 为了求官 竟然连老祖宗留下的家底子也不要了 翟淑淮 性格比较内秀 也没有读下翟淑阳那么多书 嘴巴自然没有翟淑阳会说 翟淑阳骂极了 他就一句 不拆咋办 四周都拆光了 就留下那十二间房 谁住 翟淑阳骂他糊涂 说这不是十二间房的问题 这关系到物权 物权 你懂吗 他反问翟淑阳 不等翟淑阳回答 他又说 物权之外 还关系到翟家的文化 听听 他动不动就拿翟家文化教育人 我说嫂嫂 你们家这口子 是不是让文化给弄傻了 真不知道 这个翟家文化 是谁传给他的 他又想把它传给谁呢 星河把事情说完 附带着又把翟淑阳骂了一顿 苏晓明苦笑了一声 哎 我们家这个死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也拿他没有办法呀 嫂嫂 你得想个办法呀 再这样下去 我让这一对活宝折腾死了 星河半是抱怨 半是玩笑的说 能有什么办法 他要闹啊 谁也拦不住 苏晓明这样说着 心里却在替丈夫烦恼上了 结婚这么多年 他最处的就是丈夫的淤丸 这个人要是泛起倦来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叹了一声说 哎 你跟书怀说说 让他跟陈建部门多做做工作 这事能了了 还是早点了了吧 你还说呢 我们家这个死人 让他哥哥一闹 索性 谁是不管了 星河无不懊恼的说 婆婆呢 婆婆什么意见啊 苏晓明问 他让你拿主意 其实不用问 苏晓明也知道 家里只要遇上事情 婆婆一准会把矛盾交给他 信任也好 男为他也好 这么多年了 老宅家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星河虽说也是个有主心骨的女人 但在所谓的大事上 从来不善拿什么主意 他信赖苏晓明 信赖惯了 苏晓明只好说 那你先撑一撑 等我回来再商量吧 说到这儿 本来该挂机了 苏晓明真是累了 没完没了的忙碌 加上天天陪吃陪喝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 令人焦虑的事情 就算男人也招架不住 何况他一个女人 他打了个哈欠 跟星河说 就这样吧 我累得电话都拿不住了 星河突然说 这事还没说呢 跟你说一次话不容易 你就多陪我唠几句吧 星河的声音软软的 苏晓明拒绝不得 顺口问了句 正事 哪有那么多正事啊 你还说呢 比起老房子来 这事可大得多了 什么事 苏晓明的心莫名一紧 星河顿了顿 像是在斟酌自举 片刻声音神秘的说 艾嫂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心里 是不是真的有了外人 星河啊 你有说的没 没说的 我挂了 苏晓明像是动了气 脸色也一下子难看 胸脯 一起一伏 急于为自己辩解的样子 要是换上以前 星河会笑出一片 这一天 星河没笑 非常严肃的说 嫂子 你别怪我多嘴 大哥最近的样子 让人担心 你们要是真有啥事 那可是你的不对了 说完这话 不等苏晓明把话说过去 星河 星河抢先一步 挂了棋 苏晓明末的真主 久长的 他站在那儿 发一种 空芒的呆 夜风微凉 江边的湿气 从遥远处涌来 透过窗户 侵袭到他身上 他感觉自己的身子 在一点点凉下去 渐渐发冷 脑子里涌出另外一些事的时候 他打了一个寒阵 他似乎在问自己 真的有什么不对吗 真的要发生什么吗 这个时候 手机响来一声风鸣 他几乎是在可怕似的 一下就调出了短信 果然 是他发来的 短短四个字 早点睡吧 就这么平平常常四个字 就让他的夜晚颠覆 躺在床上 苏晓明两无睡意 脑子里翻来覆去 挥不走的 就那张四层清晰 又四层明蒙的影子 走遍世界 在这里享受逍遥的任务 最细心情 永远又三 再次 体验为故障的 学生 104.3 AM 1512 济南故事广播 永远可以聆听的风景 杜月生 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富有传奇听伟人物 这不仅在于他 单枪披码 闯入上海滩 由一个市井小混混 摇身一变成为 推震上海滩的大亨 还在于 他发起之后的所作所为 他上下通吃 游刃于 生计 军纪 和政纪 在上海滩 可谓 左右肯远 无往不胜 济南故事广播 正在热播 杜月生大转 台北地下午十四点 计时文学 敬请关注 三字经 短小青汉 朗朗上口 内容 看看历史 新闻 地理 道德 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所谓 熟读三字经 可知 天古事 向藤古今 通过盛盛解读历史 轻松幽默 妙气横生 每天下午十六点 敬请关注 孙小米 跟陈志安的矛盾 终于还是爆发了 起因还是 光华路市场 这一天 光华路 发生了一件 糟糕的事情 按照原定计划 建伟和住宅办的同志 到光华路市场 去做宣传 向经营户 发放宣传材料 这些材料 是在苏小敏的授意下 由建理印制的 目的就是想在经营户中 制造一种氛围 或是声势 让他们知道 光华路市场的拆迁 是在必行 那知道材料发到一半 建伟的工作人员 就被光华路市场的经营户 围攻住了 他们不但收缴了 全部宣传材料 还把拆迁办主任 还有两位女同志 扣下了 当时 苏小敏不在东江 他跟唐天忆到张州 参加全国卫生城市的 受牌仪式 接到报告 苏小敏立刻将电话 打给了副秘书长 叶维东 让他跟建委主任 高强移到去现场 妥善处理此事 警方事态 进一步恶化 半个小时后 叶维东打来电话 慌慌张张的说 苏市长 我们平息不了 光华路这些经营户 实在太野蛮了 他们扬言 要与市场同生死 共生存 苏小敏哭笑不得 他后悔 刚才把电话 打给了叶维东 让叶维东 处理这类事情 等于是 没事找事 好 我这边暂时还脱不开身 你通知陈副市长 让他到现场解决 苏小敏原以为 副市长陈志安出面 这么点小矛盾 一定能化解得了 哪知道 等他参加完 摄牌仪式 在张州市领导的陪同下 前往宾馆的时候 市公安局的电话 就到了 公安局副局长 林和平 气喘吁吁的说 苏市长 情况不好 金牛虎跟市上 先后派去的工作人员 发生了冲突 谢斗中 有五人受伤 其中工商局的谢芬芳 伤势严重 目前已送往医院救治 什么 苏小敏抱着电话 惊在了那里 最后 他把张州这边的工作 托付给了唐天忆 驱车就往东江赶 苏小敏赶到东江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 太阳懒洋洋的悬在半空中 像是带着什么恶意 照得大地灰不灰 黄不黄的 没有一点生气 也难怪 最近东江天气反常 忽而阴云密布 忽而又雷声密集 但无论老天爷把自己 渲染得多么吓人 就是横着性子 不下一滴雨 从苏小敏上任到现在 老天只下过一场透雨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东江这种地方 最惊不得汗 车子停在光滑路市场 东大门 苏小敏从车里走下来 抹了把汗 这种天气最容易出汗 尽管车里有空调 苏小敏还是感觉 衣服被汗水沾在了身上 他冲慌慌张张 跑来迎他的副秘书长 叶维东问 情况怎么样了 苏市长 您可来了 这些经营户 简直是无法无天 叶维东像是见了 大舅心似的 也不管苏小敏 爱听不爱听 紧着就向苏小敏 诉起苦来 原来苏小敏 往东江赶来的 这几个小时 叶维东 一直被宋挺进他们 关在办公室里 宋挺进扬言 不见着苏小敏 绝不放叶维东回去 后来公安局副局长 林和平发了怒 宋挺进才把叶维东 放了出来 不过叶维东 还找着两个人 一个是城管大队 副大队长雷默 一个是工商局 执法大队队长苏大海 志安同志呢 苏小敏懒得听这些 他想搞清楚 陈聚安到底来没来现场 陈市长 把执法大队叫来后 就忙着去省城了 叶维东说 去省城 苏小敏感到意外 这时候 林和平也赶来了 他给苏小敏递了个眼色 苏小敏会议的丢下叶维东 跟林和平到了市场边上 一家茶坊 林和平给苏小敏要了一杯茶 又递上一块毛巾说 都怪陈副市长 这事不该让城管大队 和工商执法大队插手 这帮人 诚实不足 百事有欲 他叫这些人做什么 苏小敏也是一头雾水 等林和平把前因后果讲完了 苏小敏心里就气得鼓滚了 副市长陈志安适当了现场 但他没跟金铭户说上几句话 就让宋挺进等人气走了 宋挺进骂陈志安 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你串通香港万圣集团 想把这块黄金宝地 白白送给香港人 当年你的阴谋没有得逞 现在也休想得逞 陈志安一开始还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没有发火 后来见宋挺进他们越闹越嚣张 越闹越目中无人 掏出电话就打给了工商局 十分钟后 苏大海带着执法大队的人冲进了市场 要带走宋挺进 无独有吼 建委副主任朱曾全 不知什么时候也叫了城管大队的人 这些人大约把市场经营户 当成了那些沿街乱摆乱放的小摊主 口气凶得不成 几句话不是双方便起了冲突 城管大队和工商执法大队 仗着自己有执法权 嚷着要封市场 宋挺进扒不得他们封 结果在工商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掏出封条 封宋挺进了商铺时 宋挺进喝了一声 双方便大打出手 谢芬芳又是怎么一回事 苏小敏极不可待的问 林和平苦笑了一声叹道 这个女人啊 唯恐天下不乱 本来没有她的事 事态我们都平息了 结果她又跳出来责骂宋挺进 宋挺进也是过分 骂了她一句婊子 就把货给闯下了 她伤得重度 她的脸被宋挺进脑破抓破了 另外 私打当中 有人趁机开她的油 这女人是一不做二不休 自己撕扯开衣服 现在又控告经营业护 对她性侵犯 性侵犯 苏小敏刚喝了一口茶 一听这话 差点就把喝进去的茶喷出来 不过她还是很谨慎的问 医院那边叮嘱了吗 要积极给她智商 叮嘱了 不过光叮嘱不停用 苏市长 怕是你还得亲自去一趟 我怕 林和平没有把话说完 苏小敏却知道她要说什么 但问清市场这边 一切已经处理妥当时 她跟林和平说 跟我去医院去 听懂朋友 小说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为您播送到这 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与市长之非常关系 东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坐落在东江竹街道 解放大街11号 她的对面就是东江市人大常委会 苏小敏赶到市医院时 秘书蔡晓妮已经等在那了 蔡晓妮的脸色有点紧张 大约这是她当秘书之后 第一次遇上这类事情 一时不知道这种时候 她这个做秘书的该做些什么 苏小敏问蔡晓妮 病房已进去过没 蔡晓妮点点头 她像是被什么吓着了 脸色苍白不说 两条腿还在忍不住打颤 看见苏小敏往里走 蔡晓妮紧挤挤不悦在了苏小敏面前 苏市长 你还是别去的好 从秘书蔡晓妮脸上 苏小敏已经猜到什么 但她还是果决的往楼上去了 林和平和蔡晓妮几个紧随起后 生怕他们的市长在医院里遭遇什么不测 怕是没有人会信 一个工商局的工作人员 就因为工作当中跟工作对象发生了点冲突 意外受了点伤 就会被安排在东江市人民医院规格最高的特户区 早些年 只有市上主要领导生病 才能享受这种护理和服务 现在医疗条件虽说改善了 但能被安排到这样的病房接受治疗 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志安 上次患病住院 就是苏小敏上任的那次 他也没敢提出住在这里 这世上有许多地方 不是任何人都能进的 你不管他是闲着还是空着 只要你自己还没活到一定份上 就别抱那份设想 苏小敏想起一个故事 是在他当省招商局长的时候 有一次他带着一个团去北京 遇到北京一个侃爷 自称是身份显赫 在北京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 苏小敏一开始还热情相待 哪知道这家伙不识脸色 灯鼻子就上了脸 非要拿苏小敏他们当傻子 连着吹嘘了几个晚上 不见苏小敏上当 最后竟然打着高层某领导儿子的旗号 说他大哥说了 让苏小敏留下一千万 保证不出三个月 就给江东省引来十个亿的投资 苏小敏对这种靠吹牛耍骗生存的人 向来是脸上应付 心里厌恶 招商团中有个美老板 也是个不可一世的人 见侃爷吹得有点过分 诚心想耍他一下 接过话道 我给你一千万 只求你在北京帮我件小事 侃爷一看有人上当 当下表示出极大兴趣 嘿 甭说一件 十件百件 只管题 哥们如果没这点能耐 白在北京混了 梅老板一脸坏笑的叮嘱侃爷 哼 哪敢十件八件 就一件小事 我想把我的照片放大了 挂在天安门厂楼上 这事 你能办吗 一句话 吓得侃爷夹起包来就走 此后一连数日 苏小敏再也没有受到骚扰 这故事 看似跟眼下这档子事儿没关系 但细细一评还是有关的 比如说林和平要是患了病 想住进十一楼特户区 怕是就跟那位梅老板说的事儿一样 不能说难 是压根儿没有这种可能 出了电梯 苏小敏的步子在特户区 那道双层玻璃门前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一咬牙推门进去了 林和平想跟进去 蔡晓妮一把拽住她 这地方哪是你进的 林和平知趣的止住了步子 特户区向来以安静组成 但这一天的特户区一点也不安静 不到十米长的走廊站满了人 苏小敏大约看了下 有医院院长 卫生局长 工商局长等 几位大夫在病房外窃窃私语 世人大一位副主任站在病房门前 看见苏小敏从人堆里挤了过来 哦 市长 你可来了 今天这事闹得 老爷子执法脾气呢 苏小敏哦了一声 他早就料到 被东江人称为老爷子的人大主任 荣淮山一定在现场 病人不要紧吧 苏小敏尽管十分憎恶眼前这一幕 但还是硬着头皮问了一句 这个我不好说 市长 你还是进去看看吧 副主任也是位老滑头 一看苏小敏的脸色就知道 苏小敏已经生气了 但他还是厚着脸帮苏小敏推开了病房的门 病房里人不多 除任那秘书长外 还有荣淮山的秘书小安 荣淮山坐在病床边 蹦着脸 见苏小敏进来 也不抬头 也不吭声 苏小敏立在门边 一时有些为难 不知道自己的脚步到底该不该迈进病房 站了一会儿 苏小敏咳嗽了一声 走进去道 容主任也在啊 我刚从詹州回来 听说小谢受了伤 苏小敏话没说完 荣淮山蹚的站起来 不是听说 是事实 一句话 病房里的人脸色全变了 小安吓得躲在里边 扭过头 目光不敢往苏小敏这边望 任大秘书长走过来说了声 市长请坐 苏小敏压住心中的不愉快 挤出一丝笑道 现在不是坐的时候 我来了解一下 小谢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样 市长大人 你亲自来看看 荣淮山发着火 为苏小敏让开一条道 苏小敏走到病床边 谢芬芳正在输液 他的脸和半个头 让纱布裹住了 只露出一双眼睛 也许听见公公发火 他很快就把眼睛闭上了 还故意呻吟出几声 苏小敏再笨 也知道这翁席俩演的是哪出 在东江 敢把声势 往这么大里造的人 除了任大主任 荣淮山 怕是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敢为儿媳妇 不顾身份 慷慨激昂 挺身而出的 怕也只有 荣淮山 苏小敏盯着病床上 呻吟的谢芬芳看了一会儿 转过身来 臭秘书道 把医生叫来 不大功夫 医院院长带着三名主治医进来了 院长瞅瞅苏小敏 再瞅瞅荣淮山 难为情的垂下头 这种场合 他真不知道该不该跟苏小敏打招呼 苏小敏并不计较院长的态度 他理解院长 在东江 只要荣淮山在场 怕是没有人敢越过他 跟别的领导打招呼 陈阳时期 荣淮山一度被排挤或打压 陈怀德 把他从常务副书记位子挤到人大 后来 索性连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兼任了 荣淮山只能坐在 人大二把手的位子上 这种局面似乎得到了改变 但不幸的是 陈阳出世 双双进了监狱 荣淮山很快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后的荣淮山 腰杆子似乎更直了 说话做事 越发的目中无人 这也难怪 如果你了解荣淮山这个人 知道他这一生是怎么摸爬滚打 从基层乡镇 一位普通的民兵连长 最终拼搏到了东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个位子上 你就对这种荣誓现象一点也不惊讶了 有句话说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意思是军营的地盘是铁打的 水也搬不走 军营里的冰却像流水 这一波走了 那一波又来 荣淮山跟东江则是铁打的银盘同坐的兵 在他心里 东江就是他的家 他则是这个家里当之无愧的家长 陈阳之前是如此 陈阳之后更该如此 读读陈阳时期是个例外 好在这个例外不用他努力 陈阳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 面对盛气凌人的荣淮山 苏小敏也只能装作屈服 他跟院长说 我把人交给你 要是小鞋脸上留下一块疤 你这个院长啊 就考虑挪地方 说完也不管这话说的应该不应该 符合不符合他的身份 转身就走出了病房 蔡晓妮和林和平紧随其后 三个人出了医院大门 苏小敏才像是要吐出什么似的 恨恨的吼了一句 太不像话了 发现最动听的声音 给你最精彩的故事 挡不住的听觉诱惑 就在你 就在你 济南故事广播 FM104.3 一座古老诡异的西式洋房 一段玄乎齐玄的诅咒传说 一件染血的旗袍 承载着一个个女人的命运 每一个穿过这件旗袍的女人都相小欲缘 二十年的诅咒传说 亲生姐妹间 夫妻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上演一幕幕骇人听闻的爱恨情仇 济南故事广播 7月19号晚间零点 越夜越惊心 即将奉献全一小说 血旗袍 敬请关注 1979年底 中国科考队首次到南极考察 1985年 中国科考队在南极乔治王岛南部 建立第一个科考站 长城站 1989年 在东南极的拉斯曼群零地带 建立第二个科考站 中山站 2009年 中国在南极滨盖之巅 建立昆仑站 30年间 中国科考队在南极内陆 先后深入 格罗夫山地考察 登顶南极滨盖最高点 冰球A 在冰球A建立昆仑科考站 一系列的成就背后 是科考队员们 忘我的牺牲精神 和挑战极限的探索精神 技术文学 顶立南极昆仑站 建站计时 详细技术 中国南极科考历程 以及昆仑站 建站始末 济南故事广播 7月20号 即将奉献 每天上午9点 进食文学 敬请关注 一连两天 苏小敏都找不到陈志安 电话关机 派人去家里找 胡越说 人去了哪 他也不知道 真是奇怪了 难道陈志安会玩失踪 就在苏小敏打算将这一情况向神府汇报时 陈志安却又神秘的回来了 陈志安遇上了棘手事 这两天 他不是玩失踪 而是情非得已 他当然知道苏小敏不会对此甘休 所以一回来就很主动的找到苏小敏 带着请罪的口气说 实在不好意思 有个朋友出了点事 顾不上请假 我去了趟外地 朋友 你朋友重要 还是东江的工作重要 苏小敏扳起脸来 不怒而微地说 陈志安尴尬地笑了下 我已经向你检讨了 当时实在是 事情紧急 一分钟也耽搁不得 这话 你到常委会上去讲 我现在要知道的是 光华路市场发生的这起严重事件 你该负什么责任 光华路市场 不是已经通知工商局了吗 怎么 他们连工商局的管理都不服从 苏小敏哭笑不得 为了袒护陈志安 他连侍卫都没汇报 向剑将几次打电话问死事 他都说这件事情纯属意外 是谢芬芳跟宋挺进 个人之间有什么恩怨 目前公安部门正在积极处理 没想陈志安竟连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 志安同志 你太过分了 你可以跟我装傻 但在五位伤者面前 你能装得了傻吗 苏小敏认定陈志安是在装傻 装傻 我装什么傻 你安排我去现场 我当时就去了 相关部门我也通知了 还要我怎么做 陈志安 本来是忍耐着 一听苏小敏 要把这起事件的责任 往他身上推 心里的火 不得就冒了上来 好好好 你说的都有理 我不跟你争 我们到常委会上去讲 说着苏小敏抓起电话 就要打给向简江 这下子 陈志安被彻底激怒了 不就是常委会吗 又不找你这么激动 我陈志安 这点责任还担得起 陈志安 苏小敏打电话的手僵住了 陈志安的激动两个字提醒了他 他默然觉得 今天自己太冲动了 冲动是魔鬼 这句话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苏小敏泄气的扔下了电话 颓然倒在椅子上 陈志安错了 他只想到 使苏小敏跟他过不去 没想光滑路市场 集体泄斗事件中 还有另外一位人 在等着他 为等苏小敏把情况 反映到向剑江那儿 一个电话 便把他照到了市人大 人大常委会主任 荣淮山 非常庄重的 坐在椅子上 脸上仍然是 他保持了多年的 不怒而微的那种表情 秘书小安 带着陈志安进来 荣淮山头也没抬 小安说了声 陈副市场到了 然后就躬身 退到了边上 荣淮山鼻子 哼了一声 算是知道了 目光仍旧搁在当天的 东江日报上 陈志安 往前迈了小半步 恭恭敬敬的说 老领导 您找我 我找陈副市长 老爷子 您别怒 我做错什么 您老尽管批评 陈志安 在荣淮山面前 一向谦卑的很 当然 自从荣淮山到人大后 这种谦卑 便变了颜色 有一种作秀的成分在里面 可惜荣淮山感觉不出来 做错 你陈大市长 能做错什么 你向来都做不错什么 荣淮山一脸怒涩道 老爷子 这是办公室 不是江湖 老 老领导 您别怒 芬芳的事 我也是 刚刚听说 陈志安 强忍住内心的不快 继续堆着笑说 在他看来 荣淮山 现在这样发脾气 极不应该 你都到了这个位子上了 还发给谁看呢 你日理万机 为东江人民 谋福利啊 荣淮山 没好气的又说了一句 老领导 陈志安 想收起脸上的笑 想了想没收 继续点头哈腰 跟荣淮山 陪不是 荣淮山觉得 威严 使得差不多了 再使 就有些过分 这才抬起头 我说 小陈啊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在工作中的每一次进步 我荣淮山都看在眼里 也替你高兴 怎么 现在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反而 不会工作了呢 是不是 觉得官大了 谱也大了 我知错了 老领导批评的对 我知错 知错 如果 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 自己有了过失 都来一句 我知错 然后不了了之 党的事业 还有什么指望啊 陈志安 不知道说什么 承认错误也不对 不承认错误 怕是更不对 我在多次会上都讲过 我们不是官 是公仆 我们手中的权力 是人民赋予我们的 我们不能因为拥有了权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 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与不顾 陈阳的教训 多深刻啊 可惜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受到教育 荣淮山说累了 口也有些干 瞅了一眼秘书 小安 赶忙提起暖水瓶 给他的杯子去了水 给陈大师长 你沏杯茶吧 小安 这才高兴的为陈志安 欺了茶 陈志安以为 荣淮山的脾气发完了 心里刚要轻松 就听荣淮山又说 关于谢芬芳 北京营户打伤的事 按说 我这个人大主任 不该插手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芬芳是国家公务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 受到不法人员的侵害 法律 自然会为他讨回公道 只是 一听到谢芬芳三个字 陈志安的神经 本能的紧起来 这可是个不好惹的主呀 东江人背后有句话 叫 宁朵荣淮山的头 不摸谢芬芳的手 意思就是 宁可开罪荣淮山 也绝不可以去碰谢芬芳 这样说 并不是谢芬芳有什么怪异之处 谢芬芳这个人 除了漂亮 风骚 什么怪异之处也没有 东江人怕他 原因还在荣淮山 请继续收听小说 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要说荣淮山这个人 也是领导干部队伍中难得的一员 荣淮山出生于东江解放前四年 跟共和国算是同龄人 小时候因为家贫 一天学也没有上 15岁那年 荣淮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初在步兵 后来又到了炮兵营 18岁的时候 荣淮山被炮兵团长看中 调到团部当内勤 具体照顾团长的生活起居 这怕是他人生的一个起点 团长很喜欢这个个头齐高 手脚利落 做事一丝不苟的小伙子 打算重点培养他 并且亲密的成他小山子 荣淮山在团长的关怀下 参加了部队的扫盲班 开始学文化 后来团长又教他练毛笔字 教他拉二胡打篮球等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荣淮山在部队是很有前途的 可惜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 19岁那年秋天 部队实战演习 把他们拉到了清早高原上 有一天团长到新兵连检查 当时新兵连正在练习头弹 一位来自江苏的小战士 连续五次动作不合格 被团长训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团长最见不得这种没有出息的兵 罢了句 哥老子的 掉几滴尿珠子 老子就同情你 给我投 江苏新兵战战兢兢 接过班长帝国的手榴弹 一边偷窥着团长的脸色 一边哆嗦着往外投 不知怎么的 江苏新兵拉开了导火索 竟然把手榴弹没有投出去 而是软软的掉在了团长脚下 团长刚要骂 你这个混蛋 一颗手榴弹都投不出去 还怎么参加演习 那玩意儿已经冒起了烟 团长倒是没有怕 他想走过去 一脚踹出那个讨厌的家伙 谁知道那家伙也是驴脾气 就在团长踹他的一瞬 竟然给响了 人们都以为团长出事了 心兵担子甚至软在地上 不省人事了 这个时候 陈烟忠突然响起了团长的吼声 你咋娘的 真敢炸我 老子 老子还没喊出 团长就扑向血肉模糊的 荣怀山声如狼嚎地 喊起了小山子 小山子 小山子 你醒醒 千军一发之际 荣怀山一把推开团长 扑向了手榴弹 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团长 荣怀山没有死 但他的左腿 没了 被那颗驴皮器手榴弹炸飞了 半年后 他装着一条假腿 从部队医院走出的时候 前来接他的参谋长告诉他 考虑到他身体状况 部队决定让他退役 让他到地方工作 什么 到地方 哪个混蛋说的 团长呢 我要见团长 荣怀山在部队大闹一场 最终还是坐着新团长的北京吉普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洪水县 霸子营山区 新团长耐心的告诉他 老团长调走了 到更重要的岗位上 去保家卫国了 但多余的话 新团长一句也不说 荣怀山倒走 也没有打听到 老团长到底调到了哪里 他原以为 老团长把他忘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还抱着一条腿 自言自语 我为你献出了一条腿 你倒好 一句话不说 就给走了 你这人 让我尊敬了 还是让我骂了 又是若干年后 一辆小车停在了霸子营 车里下来一位勤务兵 跟老乡打听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小山子的人 人们起初并不知道小山子是谁 等明白小山子就是荣怀山时 激动的告诉车里的首长 有有有有 有这么一个人 他现在啊 是乡上的民兵营长的 民兵营长 首长似乎对这个官嫌很不满意 骂骂咧咧的上了车 让老乡带他去县上 他要见县长 首长那个时候 官已经很大了 比当初的团长大出许多 但他仍然改不了脏话 跟县长见面没多久 一听县长不冷不热的态度 他又骂开了 哥老子的 小山子为部队献出了一条腿 原指望你们能重用他 弄半天才给个民兵营长 我看你这个县长 给他干才差不多 那天首长没有见荣淮山 本来想见的 后来突然说不见了 没脸见 一定是民兵营长四个字 刺激了他 公社民兵营长 芝麻大的官都不是 在一厅小山子的生活 连一毛钱一包的经济烟都抽不起 他的心里岂能好受 要知道当初他正是怕见小山子 才急着离开原来那个团的 后来 后来不提了 一提首长就毁得要命 首长痛痛快快教训了一通县长后 走了 临走还抹了几把眼泪 哥老子的 他老骂着不让别人掉眼泪 自个儿却禁不住掉下了这玩意儿 罢罢罢 掉就掉吧 反正是给小山子掉的 指 正是这几滴眼泪 让县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容怀山的人生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条腿的容怀山很快从坝子营山区走出 先在县上担任民政局长 后来副县长县长 直到今天的东江市人大主任 如果把容怀山的今天完全归结到他有个好团长上 那是片面的 也对他不公平 容怀山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干起工作来 有他独特的一套 他果断 做事说一不二 从不拖泥带水 按老家霸子营的人话说 容怀山放一个屁 霸子营的山都要抖三抖 更重要的是 此人轻正廉洁 刚直不阿 做人做事 真正能做到大公无私 再了不得的人也有软处短处 就跟再干净的水也有杂志一样 英明一世的容怀山 想不到最后会把自己的名声 搭在了谢芬芳身上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车上一待啊 就是一整天 早上一上车 我就把收音机打开 这个评语从来就没换过 好为别的 好听啊 敢舍不得换它 跟晨晨聊天呢 也有话题了 FM104.3 济南故事广播 陪你在路上 想交换好书吗 想聆听精彩的现场朗读吗 想在大明湖畔享受夏日的清凉吗 7月28日 星期六 济南故事广播图书漂亮行动 第二场图书交换活动 即美文朗读会 开始报名了 我们邀请您走进美丽的 大明湖风景民生区 休闲茶社 届时济南故事广播主持人 将和飘友一起 朗读美文 欣赏佳作 交友互换图书 还有神秘嘉宾 送上精彩节目 为喜爱朗读的朋友 现场点评 交换一本好书 交由读书体验 分享朗读的美妙 欢迎热爱朗读的飘友 报名参与 报名电话 156-0531-1043 156-0531-1043 真热呀 赶快开空调 我降降降 诶 可鼻条这么低 担心感冒 为什么呀 夏天我们一般都穿得少 室内外温差大 经常出入这样的环境 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医学专家认为 26度到28度 是一个令你舒服 而且不易患病的温度 另外因为空调温度调得越低 和外籍温差越大 智冷的效率越差 所耗的电量也就会越多 智冷时温度每调高2度 可以节电20%以上呢 那我就把空调温度尝试在26度 既健康又节能 今天你26度了吗 要说这事儿 也跟谢芬芳无关 关键是 荣淮山的儿子不争气 荣淮山结婚完 这跟他那条甲腿有关 若不是手掌后来辗转千里 找到了他 怕是这辈子 他就得打光棍了 幸好手掌来了 荣淮山这才有了逃老婆的资本 他逃的还是一方好老婆 在张州是出了名的美人 因为太美 眼界就高 找对象挑三拣四 结果挑来挑去 被他淘汰了的男人都结了婚 生了娃 自个儿过了三十 还独守空房 独守空房不要紧 要紧的是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再也对他不抱幻想了 女人最痛苦的是什么 不是被男人时常骚扰 而是天底下的男人一个也不骚扰你 男人对你都不抱幻想 你个美个啥呀 没给谁看呢 就在他痛苦的半吃不下 觉睡不着的时候 荣淮山敲开了他家的门 先跟他爹妈见了个面 然后到他的空房里 开门见山说 这样吧 你也过了三十 我呢 虽说没三十 但少了一条腿 比过了三十还糟糕 反正我们两个都是剩下的 我就一个想法 与其都剩着 不如我们凑合在一起 成不成你给的话 我这个人粗 不会说那些腻腻歪歪 让人酸牙的话 俗话说 破罗还配个破对头呢 我就不信 你我配不起一个对 一席话 讲得美人哭笑不得 骂他吧 他说的是实话 资格本来就是剩下的 人家没说错 不骂他吧 这话又太伤美人的心了 啥叫破罗还配个破对头呢 美人想了想 本看容淮山一条腿 人家是民政局长 嫁给他 至少也是个官太太嘛 于是别别扭扭扭点头 一门亲事 就这样成了 美人很争气 连着给容淮山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爱君 小儿子叫爱明 容淮山本来还想要个闺女 美人说 你就知足吧 你当我是老母猪啊 一肚子给你生一窝 容淮山虽是遗憾 却也无奈 毕竟在家里 美人的话高于一切 这个家庭本来很幸福 容爱君十八岁当了兵 五年后转业 安排到南方一家军工厂当副厂长 不久之后结婚 也娶了一个天仙美女 也学着美人一样生了两个 不过是一笼一缝 喜得容淮山一喝醉就炫耀 说他容家人有福气 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美人 容淮山当上东江市公安局长那年 不幸发生了 长子容爱君回家探亲 携着一家人 就在容淮山跟老婆巧手相望时 噩耗传来 归家心切的容爱君出了车祸 一家四口 一个也没有活下 巨大的悲痛击穿了老美人的心 他一病不起 半年后 撇下他的破对头 走了 连着遭受两次致命打击的容淮山 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没有追随美人而去 挺过来的容淮山 把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二儿子 艾明身上 偏是艾明跟他哥不同 仿佛身上流的不是同一个人的血 容爱君 务实 肯吃苦 工作卖命的干 年年都凭仙境 容爱明呢 爱慕虚荣 贪图享受 点心的花花公子 眼看笨三十了 还不结婚 女朋友倒是一大把 就是不成家 气得容淮山 一见着他就骂 骂来骂去 他领来了谢芬芳 容淮山起初是看不上谢芬芳的 倒不是看不上谢芬芳的长相 论长相 谢芬芳没挑的 是容家三个女人中最美的 她是贤谢芬芳轻浮 软嗲嗲的 见水都没有骨头 这种女人真是可怕 容淮山再三提醒儿子 要他千万别上当 容爱明油腔滑调说 一打小就教育我们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 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现在怎么胆小成这样了 连个荡也不敢上啊 容淮山气得砸碎了一只燕台 最后说 你的事儿 我再也不管了 哎 这可是你说的啊 老爷子 别到时候又反悔了 容爱明打了一个漂亮的口哨 哼着 妹妹你等等我 哥哥有话对你说 出取了 容爱明最终还是取了谢芬芳 没办法 人家漂亮吗 对女人来说 还有比漂亮更强的优势吗 似乎没有 就算有 在容爱明这样的人眼里 也不管用 取就取了 容淮山也没打算反对到底 只要小两口子好好过日子 给她个盼头 她这把老骨头也有个拼头 那只就在谢芬芳生下容兴旺的第二年 更大的一个噩耗传来 容爱明吸毒了 听到这个消息 容淮山如同五雷轰顶 当确认儿子的确已染上了毒瘾时 他大病一场 差点就把老骨头扔在了医院病房里 要知道 容淮山在公安局长位子上 办的最惊天动地的一件事 就是一举捣毁了 在东江猖獗近十年的地下贩毒团伙 抓获贩毒藏毒吸毒人员六十二名 击毙大毒销丘二麻子 容家的天变了 地也变了 先是谢芬芳嚷着离婚 孩子他也要带走 不能留给大烟鬼 后来再三做工作 谢芬芳才答应再过一年 接着就给容淮明戒毒 吸毒容易戒毒难啊 当公安局长时没体会到很多东西 容淮山在自己儿子身上体会到了 容淮明从戒毒所里三进三出 进一次严重一次 谢芬芳先后嚷着离了无数次婚 若不是容淮山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说好话 说软话 怕是这个家早就散了 到现在容淮山为了维系儿子这份婚姻 几乎是对谢芬芳言听计从 谢芬芳大哥喷嚏 他的头就得疼三天 别怪容淮山 可怜天下父母亲 有些事是你没遇上 遇上了怕是比容淮山还容淮山 谢芬芳站着有老公公这份疼爱 自然就在单位焦横跋扈 那天若不是他口出恶言 激怒宋挺进 怕也没有人敢打他 但现在谢芬芳受了伤 情况就不一样了 容淮山冲陈志安说 这事儿要说我不该插手 毕竟我们党还有回避制度嘛 但这件事的性质绝不仅仅是谢芬芳受了伤 这么简单 他关乎到东江的形象 你务必给我查清楚 是谁挑起的事端 又是谁先带头暴力干扰执法的 还有 关于光华路市场的搬迁 人大要督查 一定要严格按合同办 我们不能容忍有钱人为所欲为 致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 致东江的整体大发展于不顾 他们虽然为东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贡献再大 也不能当特殊公民啊 从容淮山内里出来 陈志安梦觉得头有斗大 身子骨软塌塌的 虚脱了半 他这才知道 那天通知工商执法大队 是多么的愚蠢 可笑 后来 仓皇离开东江 又是多么荒唐的选择 但这 有得了他们 有道路 中斤 一通知工商执法大队 中斤 七兆 中斤 五十支 三十支 地工商执法大队 中斤 一